大家好,我是王赫蒂 在《以爱为因》中饰演石燕 你有没有看《以爱为因》的原始小时? 当然,肯定是有所了解的 看完感觉蛮精彩 想知道你看小说和看剧本 有哪些脑补过的情节? 肯定最主要的主线,原小说的主调 就是错撩的错字 其实剧本里面有很多乌龙的情节 当时会去脑补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你场面 从实验的角度出发 给郑舒逸的撒娇剧能打个分 那肯定是十分 他老发一些土味情话 有一段是莫文蔚的阴天 孙燕姿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你和我聊天 那他还有那个什么我小气心 你还有那个什么青青小宝贝呢 你得模仿啊 我得模仿 模仿一下郑舒逸吧 哎呀,好难抽离啊 嗯,模仿个啥呢 模仿个青青小宝贝吧 青青小宝贝 那应该是啊 哪有女朋友 哪有男朋友叫女朋友全名呢 你有凶啊 那你知道很多人会夸你的走路姿势吗 因为注意到自己是用腰部发力走路的吗 以前没怎么注意到这事儿 别人夸了之后发现了 对发现了 就自己也冲浪嘛 也上网 哥们儿也有网 对吧 也能看得见 大家就是喜欢夸我这些人 那肯定是开心的 你的动作要领到底是吗 我真不知道 就天生的没办法 后来我还是研究一下 我自己学我自己走路 也奇怪 就不能想这个事不能琢磨 我有一次我应该就是 出装的时候 在那儿冲浪的时候 刚看完 然后从黄金走上车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回忆的那个 他们说的那些动作要领 什么腰带胯带大腿大腿带小腿 学的就不就感觉就 就感觉自己在那个环境 一向有病一样 不太正常 我想知道你是 你的红准备 红小孩子和红女孩子的能力 就是分别是多少分 都是满分 那你想一下吧 你说公主请看一家卫英 你的算盘 我在这个广电都听到了 啊 让你看看一家卫英还在教一声公主 行行行 好好好 你说实验的公主请看一家卫英 过分了啊 过分了 实验的公主就是太多了 剧里面呢只能是郑书役公主们 快来看一看以爱卫英吧 哇 亲亲小宝贝 请看以爱卫英吧 我想跟你互换人生 想知道跟你互换人生的话 要注意些什么 近期的话 注意一下睡眠吧 没啥要注意的 没事儿 你有可敬造 咱年轻有这资本 就造 想干好干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王赫迪跑出来了 我想能实验互换人生 要注意些什么 注意你会有花不完的钱 支付宝到照 你还有老四来私做 你还有名义余创最多的股份 Oh my god 每次活动都是黄义 碟到大午餐了 想知道你一般都跟他们聊什么 然后快速的按据自己 你这也没特别聊什么 吃点啥呀 今天中午吃了啥 啥时候来的呀 就这些 我跟你讲一人之间聊天 就这个几个模板 啥时候飞过来的呀 今天回吗 在哪拍着呢 哎呀我今天也得回 哎呀我今天不回 就来来回就这些话 其实也没啥秘诀 我一见他我就跪下 导演你好 毕恭毕敬 大哥 这个实时务者为俊杰 大丈夫能屈能伸 就是respect 咱就得给足了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自然的交流 真实的交流表达 我觉得就好 大家都说拍戏特别累吗 就你有没有那种 很希望工作人员来探班来 看看你的时候 不要来 我已经很累了 你们就别来探班了 行吗 别整 因为一般他们来了的话 我就要面临着加班了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前两天 刚从剧组收工 就把我拖来了长沙 五点多 就从横店出发了 对对对 现在是北京时间 快十点了 就是采访的 太棒了 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没有 今天又被拍了嘛 就想知道你对 木头追击这种形式 是怎么看的呀 怎么看的 我觉得从演员角度出发呀 就是还是一个 蛮新奇的体验 因为在演《以爱为因》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自己每天 只是在演话剧 因为大部分时候 在现场的表演 都是能得到观众的回馈的 就是还有360度 无死角的一个观影位 就你 就是任何一个角度 都有观众能够看到你的表演 《以爱为因》呢 现场观众过于热情 经常就比如说 我要去牵一下女主的手 刚一牵上 然后现场就 就直接给反映 这对镜头面前表演的演员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在表演方面 你还有想提升的部分吗 那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 这路还长 就是各方各面 我觉得就是能提升的都能提升 那就是内宇的捕获 速度很快 大家都说 想着这个速度 会让你有一些危机感吗 我觉得不会 就本来 就是大家 这个人都挺多的 而且就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罗布白夏各有所爱 不会有什么危机感 接下来我来聊聊 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王河蒂说 我现在很难抽离我自己 所谓这个抽离呢 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 separate separate 就是说 It's hard for me to suffer from myself 但抽离这个词呢 也可以就是说 我现在很难 马上进入到 那个角色当中 说台词 王河蒂所表达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很难 马上进入 那个角色的状态 有一个词叫脑补 所谓脑补呢 指的是想象 王河蒂聊到 这本小说的时候呢 他说 原著小说 错聊中的错字 所谓这个错聊呢 是这个电视剧的原著小说 翻译成英文就是 accidental love 错聊中的错字 有两种含义 错呢 就是指错误的意思 另外一种含义呢 就是一种偶然 或者是意外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accidental来表示错 那么翻译过来就是 accidental in accidental love 你的算盘 我在广电都已经听到了 所谓算盘呢 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呢 指的是算盘 另外一种呢 指的是一个人的计划 或者是阴谋 翻译成plan 或者是scheme 这两个词都可以 王河蒂说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所谓针对呢 就是target I don't mean to target you 或者也可以说 it's not personnel it's not personnel 也可以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然后这个主持人说 娱乐圈的捕获速度很快 所谓捕获呢 指的是replanishment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娱乐圈当中 然后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娱乐圈的竞争 很激烈的意思 然后他还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么翻译成英文呢 就是说 different j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就是说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喜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感谢大家的收看